各位好,我是泰鲁阁国家公园解说员刘家瑜 泰鲁阁族是台湾原住民十四族之一 两百多年以前原来居住在南投县仁爱乡 后来因为人口增加,耕地不足 或必须寻找新的列区的因素 部分族人越过中央山脉往东迁徙 散居在现在的利物溪流域、木瓜溪流域 也就是现在的秀林乡、万荣乡、浊西乡繁衍后代 他们与同源同种的泰鲁族 因为分居的年代久远 居住的环境不同 在风俗习惯、文化、服装、还有语言等等 产生极大的变异 经过长期的努力 泰鲁阁族终于在民国九十三年 获得官方证明 成为全国第十二个原住民族 清朝统治时期称他们为大鲁阁 日治时代称他们为台鲁阁 战后沿用日本人的称呼 亦因为泰鲁阁 无论是大鲁阁、台鲁阁或泰鲁阁 这三种称呼都是德字 德鲁古族的发音 连后来泰鲁阁国家公园的名称 也是因为泰鲁阁族人居住于此而得名 织布是泰鲁阁族人最引以为傲的手工技艺 在部落湾下台地就设有泰鲁阁族工艺展示馆 展示织布工艺品 早期泰鲁阁族男女都穿着白底褐色条纹的麻布衣 传统男装为背心及真音布 传统女装上衣以白色为底 搭配一件背心及剑衣 裙子则以两片方巾互围而成 绑腿布则以一小块花纹布围绕住小腿 织布是女性的工作 全家大小不管是被单、衣着 甚至是家人去世时用来裹遗体的布 都需要靠家中的女性来完成 传统的织布材料取自于柱麻 将柱麻剥皮后取其纤维 晒干后搓成麻线 即可以用麻线织成布 传统的泰鲁阁织纹以菱形为主 颜色则多为白色、红色和黑色 他们的图案非常的精细美丽 传统的泰鲁阁族 要会织布的妇女才可以闻面 并能够在死后越过彩虹桥与族人团聚 她的地位不雅于劣得人头的英雄 这也是泰鲁阁族妇女最高的荣耀